最近的巴黎时装周是越来越热闹了,明星大咖也是一波接着一波的亮相,在这一波明星看秀的造型里,大家算是又见识到了时尚的多样性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众多明星们在时装周的生徒状态如何。 1.刘诗诗,貌似85花就从来逃不开对比的命运。 从最初被网友称为拉帮结伙,到后来有人黯然退出公众视野。 如今,这些曾经的流量小花已成为演艺圈的中间力量,再加上两位重量级选手高调回归。 85花之间的恩怨和对比,又成了全网热议的话题。 这部,两大时装周撞到一起,当刘诗诗与唐嫣相继出场,观众再一次被女演员的内卷震撼。 刘诗诗作为国内知名女演员,在今年的时装周,一身浅绿色毛衣搭配同色系裤子, 外加米色超长大衣的刘诗诗,气质淡雅,仿若秋菊。 36岁的年纪来说,保养得算很好了,有轻微的法令纹,其他地方还是皮肤很紧致的。 在网友偶遇拍摄的视频中,更加能看得出在人群中,刘诗诗的外貌和气质都是出众的。 之后在秀场,又是全套阿玛尼2024春夏系列上身,身穿雾霾蓝上衣,光泽感丰富的裙装,同时点缀着优雅的微卷黑发。 这样的打扮使她散发出一股如清风般的气质,让人心生喜爱。 其中包括内搭,裙子,外套,以及手上拎的包包,戴的手镯,耳环,甚至脚上的鞋子,通通都是阿玛尼。 所以,粉丝狂喜。还扬言,刘诗诗这次是以不同的身份去的时装周,让网友不禁猜测,难道是要官宣阿玛尼新代言? 2.唐嫣 唐嫣真的状态好好,40岁了,眼神包括状态没有一点疲惫感,皮肤紧绷,而且线条流畅干干净净的,看得出来家庭婚姻很幸福。 唐嫣去年凭借一部繁华,再次拥有新的人生角色,此次出征巴黎,造型方面很独特,不同于其他女性选择了裤装。 大光明的发型很有挑战性,五官的优缺点全部都被凸显出来。 另一套造型更加适合唐嫣,温柔明媚,搭配bling bling的妆容,这才是仙女本仙。 一袭紫色长裙的她,以紫色月光妆冲上热搜。 视频中的唐嫣,状态好极了,完全看不出来是年近40的已婚已欲大花,整个人仿若少女。 引发无数网友直呼,简直梦回子萱。 40岁的皮肤状态竟然保持得如此出色,并且找到了完全适合自己的风格,这充分展示了内与审美的持续再现。 3.杨幂 杨幂的精修美照持续登上热搜,但生徒却让她被指显老, 与年龄相近的刘诗诗和比她大三岁的唐嫣形成了鲜明对比,完全不在一个水平,再被全网吐槽。 可以看出,杨幂对自己的形象还是相当重视的,不然也不可能还没真正出场就热搜满天飞。 但同时也能看出,想要过于拔得头筹,无论是衣品还是妆容都有些用力过猛。 这衣服,或许是雍容华贵风,还能露出修长的腿,与其他人的简洁大方确实截然不同。 然而,就是太过雍容,显得整个人都非常臃肿,且与鞋子一点都不搭。 再加上杨幂刻意板着的表情,看起来高高在上,甚至在走路时都要用双手扶着助理,这让人不禁联想到慈禧出宫。 活脱脱像个乡村女企业家,这不就是十年前东北地区随处可见的衣服吗? 再看她的妆容,从头发到每一根睫毛都显得过于用力。 整张脸上写满了不开心,眉毛僵硬,眼窝凹陷,双眼皮褶皱明显,还有一长浓密卷翘的假睫毛,甚至眼睛睁开都显得费劲。 即使在有光照的情况下,也遮不住下眼袋,法令纹若隐若现,整张脸的肌肉似乎都在下垂, 而大红唇的轮廓清晰,简直就是老上家老。 其实,杨蜜本身是有大女主气质的,而且咔位在,为啥这次巴黎之旅的妆容会显得如此疲惫呢? 因为全都是重点,发型,妆容,衣服,甚至还有闪亮的鞋,加在一起就会让人觉得用力过猛。 而且,杨蜜的眼部状态本身就堪忧,胶原蛋白流失,眉骨不够突出,导致眼皮松弛。 即便要突出眼部,使用眼影,浓密眼线以及睫毛加强,也会进一步凸显疲惫感。 四,刘亦菲,作为LV的全球代言人,刘亦菲受邀前往巴黎参加大秀。 在她出发之前,全网期待。 喜欢她的人,想要看到她在巴黎时装周的迷人风采。 而不喜欢她的人,正等着拿衣服和座位,来跟其他八十五花刘诗诗,杨蜜,唐烟对比。 所以,她的出现,万众瞩目。 没想到,一套小黑裙,一双纯白色丝袜,再搭配黑白条纹礼貌的刘亦菲,英姿萨爽地走来。 既有千金大小节的风范,又有摩登女郎的霸气,更有少女般的明媚笑容。 那些等着拉踩她的人,一时间,竟然无从下手。 于是,出现了大批量的网友吐槽刘亦菲的穿搭。 认为脸虽然好看,但白袜子就看不懂了。 甚至还直言,LV就是专门给女明星们穿丑衣服的吗? 其实,看看模特图,刘亦菲的这一套有多灾难,你就会明白刘亦菲的表现力有多绝。 再看看同位LV服饰的其他女星,确实都有一股同系风格。 且白色丝袜跟黑白条纹,仿佛刻在设计的理念里。 5.周冬雨 周冬雨同样是LV代言人。 她的裙子虽然是墨胸款,但仔细看看元素,就会发现也是纯黑色,下摆同为黑白条纹。 跟刘亦菲的元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 就连鞋子都是这种风格,就是不知道长裙摆之下,有没有搭配一条白丝袜。 不过上半身的皮衣跟被孤住了似的,下半身裙子俩色还分层,这时尚度真挺要命的。 周冬雨的装发也有点寡淡无味啊。 6.宋茜 宋茜,去年新官宣的代言人。 她的裙子依然程序着,黑白条纹搭配纯黑色的设计,只不过跟周冬雨款相反。 是上衣条纹,下摆纯黑色。 不规则的裙摆倒是一样,再来了一条跟刘亦菲同款的纯白色丝袜。 如此看来,确实是LV最新推出的风格。 宋茜也就是状态还不错,这么一套乱七八糟的东西穿身上是真的挺难好看的。 还有其他几位受邀人,基本也是这类型的穿搭。 比如欧阳娜娜,她就是跟宋茜差不多,条纹衬衫,搭配纯黑色裤子。 衣服整得跟照衣似的,裤子鞋子皱皱巴巴的,再加上她这复古的妆发,好像九十年代第一天来上班的秘书。 7.王一博 王一博一连出现在了两场大秀,但时尚表现挺一言难尽的。 一套是香奶奶抱同造型,不禁让人感叹,这真的时尚吗? 外套是真的像奶奶的衣服,红花刺绣增添了一丝土气,黑牛仔裤和黑毛衣重归重举,这帽子一戴又有种精神小火硬凹时尚的感觉。 王一博脸上状态好了不少,但不帅两个字还是很明显了,瞪大了双眼也没神采,就还蛮呆的。 第二套白色运动套装穿起来好像被拉起来做早操的中学生,一脸没睡醒的样子,整个人表情好呆滞,像极了被迫起床的你我,她应该在操场,不应该在秀场。 但总的来说,王一博这套运动风造型比香奶奶风适合她,看着也年轻有活力,就是她本人颓颓丧丧的,和这套服装不太搭了。 8.钟楚希,先来看点养眼的,这次钟楚希在时装周上带来了三套造型,是一套比一套美啊,第一套红色明艳动人,第二套诱惑黑很妖艳,裙子的设计和饰品的搭配都很有一套,高挑纤细的身材和这条裙子也很搭。 8.但最觉得还是钟楚希的状态和装造,恋爱养人是真的,浓妆和全包眼线和这套造型一点都不违和,反而还有种埃及艳后般极致的魅惑在里面,钟楚希这气场是还挺不错的。 8.这一套纯白色的镂空吊带裙,在服装质感上差了一些,有种廉价纱帘布的感觉。 8.但换了一套妆容的钟楚希,又是清纯感十足,波浪卷发带来了一股夏天的清新感,校园女神氛围感拉满了。 8.钟楚希满脸写着野心,让内地的观众看到了某兵的些许风范。 8.三套造型,从性感到优雅,每一套都审美在线,而且装造都是钟楚希自己搞的。 9.人家一点都不藏着噎着,直接在社交平台放出了自己的美妆教程,好身材一览无疑,如此性感却一点都不封尘。 9.蔡依林,蔡依林一连带来了两套造型,一黑一粉,这两套的风格和时尚好像关系不大,倒是有点20年前那种弯弯的土味,也很像小商品版的廉价芭比。 9.第一套黑色的是真显黑,没有裁剪四圆锥,短裙的气势本来就不够,还在裙摆上加了黑色的毛,就很难平。 9.粉色这套西装套装有质感,没设计感,一个个排列起来的蝴蝶结,好像20年前饰品店的风格。 9.手包和高跟鞋也都是这个,lowlow的感觉。 9.不过蔡依林没有任何架子,在镜头前开怀大笑,无论是粉丝还是路人都夸赞有加。 9.真的好久没有见过,在镜头前如此鲜活且落落大方的明星了,浑身洒发着健康美的味道。 而且43岁的蔡依林脸非常自然,感大笑且细碎的皱纹清晰可见,这就已经打败一大片内鱼明星了。 不得不说的是,大家的状态其实都还不错。 10.沈梦辰 这次的时装周沈梦辰假体感爆棚,撞脸众多网红登场。 而且,沈梦辰还走了一场秀。 在秀上,沈梦辰穿金带银狠狠出了把风头。 不过,从沈梦辰走路的仪态,以及整体造型来看,大波浪加强烈的秀花又艳又俗,不伦不类,真的还不如咱们设计师的作品。 很多人觉得沈梦辰时装周走秀没看到啥美感,明明挺喜庆的新娘群,一种阴森森的气息却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了。 主要最突兀的,是沈梦辰这张脸,实在是太假了。 刻意拿出来的一柳头发挡在脸边,双眼无神且疲惫,像是针不开一样,鼻梁像一座桥,直接架了起来。 34岁本应该处于事业巅峰期,而沈梦辰装都化这么浓了,还一脸苦笑,一点惊气神都没有,真是太奇怪了。 沈梦辰的另一套穿搭更迷惑了,仿佛一只大头苍蝇待置在两坨肉饼中间。 沈梦辰的国外生徒也是这个味儿,苍蝇感更重了,摘掉墨镜更惊悚,这表情僵硬,确实太吓人了。 娱乐圈永远都不缺比美争艳,然而实力才是演员永远的滤镜。 没有实力,一切都是空谈。 就像杨幂在偶像剧圈停留时间太长了,已经适应了这种表演形式,就算已经是入行二十多年的前辈,也会逐渐感觉到力不从心。 加上这回巴黎时装周面部状态翻车,本来就两极分化的口碑更是让人堪忧,只希望后面的带播作品能给点力,来一波力挽狂澜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